在中国内地所有明星中也只有安吉拉贝比成为了唯一一个以英文名称名的人 很多人对安吉拉贝比这个名字比较熟悉 但是对于杨颖这个名字呢 却是很陌生 那么杨颖为什么叫安吉拉贝比呢 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活起来的呢 1989年2月28日安吉拉贝比出生在上海 是中德昏雪 中文名叫做杨颖是弟弟叨叨的中国人 贝比就是宝贝的意思 除了称呼孩子还可以称呼自己心爱的人 安吉拉是天使的英文 安吉拉贝比连在一起有天使宝贝的意思 安吉拉贝比小时候的英文名字是安吉拉 但她的同学都觉得这个名字三个人太难度 所以她加上贝比Fat所以都叫贝比 到达主持迪士尼节目时又回安吉拉一名 后来不想大家混淆她的名字 才结合成现在的安吉拉贝比 后来她以模特身份出道 从2007年将演艺事业转向大荧幕 一步步的成长 安吉拉贝比这越来越为人所知 这几年她的人气急速攀升 事业全面开花 连续三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前100名 电影票房口碑双丰收 安吉拉贝比称名后中文名杨颖就很少用了 而媒体和粉丝们也就只记住了安吉拉贝比这个名字 而为了方便大家都叫她贝比 对于自己名字的事情也有媒体问过她本人 安吉拉贝比笑说 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家人用上海话叫我真名杨颖 感觉最亲切 现在的她和黄小明幸福的在一起 而在2017年1月17日 他们夫妇一起迎来新生命的降临 从此一加一等于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